那时耶稣和门徒门继续上路 尽了一个村庄 有个名叫玛尔大的女人迎接耶稣到家里 她有个妹妹叫玛利亚 坐在主的脚前听她说话 但玛尔大自后的工作很多 忙碌分亂 就想前来对她说 主啊 我妹妹丢下我一人自后 难道你不介意吗 叫她来帮帮我吧 但是主回答她说 玛尔大 玛尔大 你为了许多事粗心又分亂 但其实所需要的只有一件 玛尼亚选了最好的一份 谁也不会夺去她的 玛尔大 玛尔大 一杯 一杯 感谢观看